我早起看了一个资博那个 对啊 我们弄那个一千个不是一千个 那个长者食堂 看一个小姑娘跟那个那一个主持人 嗯 我们说吃饭便宜 一块钱两块钱 人家用的什么方式用身份证 身份证现在有这个功能 哦对 拿身份证你就就可以了 一刷 你60以上啊 对啊 身份证它有这个记录啊 你知道就跟北 我问过去诸葛问过他们 他们去 这个外地人都可以 嗯啊 你看人家这个这多好 人家说那个你这个 但他那个一块钱多少钱那么便宜 又便宜又那啥 国家也补贴 他这有补贴 我觉得那个还可以记得 你看他那么一千个食堂 他有的是盖的 有的是 你看北京 嗯 咱做公交 你用公交卡不能花钱吗 你像我们退休了不用花钱吗 对 一刷卡 国家就给 就给划走了 那钱是吧 国家就给公交公司补贴 你要是拿着身份证是吧 像还干什么食堂 直接上饭馆 一看这就是你 对啊 就直接就5块钱 完了国家再补15 直接再给饭馆 多省事 也不用干食堂了 是不是 真是多省事 跟公交卡一样 是吧 你还能一千个食堂 再重新招人 再得培训 多麻烦 那现成的食堂 拿 从这一看 60 5块钱 我再55就找 这多省事 您这个方法我觉得好 是不是 又直接又方便 对 我觉得这省事你不用盖了 那个周边多盖 多整点这种食堂 或者分管都给他们签约 你干什么养老院 当时你这 这是这房空着 房子你那是盖养老院 你这不吃饱餐了吗 多麻烦 直接拿身边人家一刷 现在那卷也不行 好多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发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 什么时候用 你是有这个 现在互联网的条件 是吧 就是一四个 那人都自博怎么弄什么 那么接地气 哈哈哈 自博这回真是全国出名了 做得好 难的 真难得 你看就这 危急的 想弄个座子没有 最后我们就发钱满了 发钱满 也是到时候浪费了 对吧 你干净做了又有错 他就是 蒙说你便门 你就是早上浪费 你跟人家吃饭是吃的 过去别好多浪费 嗯 现在不允许你 钱是你的 资源是国家 对啊 你说我有钱 我门一大桌 我就俩人吃 最后这些道理 那不行 说的是 好 谢谢 谢谢